我们基隆长庚纪念医院成立于1985年 是东北角最大型的区医院 也是唯一重度紧急医疗与台北区核塞扶伤责任医院 随着全球的暖化与气候的变迁 极端气候影响着人们的健康 基隆长庚纪念医院身为健康照护的守门人 站在永续经营角度出发 建立节能组织 推动能源管理与节能措施 监测能源使用及温室气体的排放 散尽地球公民的社会责任 本院在2016年导入ISO501能源管理系统 并通过认证 近年规划锅乳燃料 以捷径能源来取代重油 并且态换老旧的设备以提升用电效率 譬如我们引进了高效率的空调系统 并在医疗区域优先设置了LED灯等措置 透过空调、照明系统的改善 不仅营造了就医民众舒适的医疗环境 每年还节省了230万度用电 未来将持续推动节能 目标为每年减碳1% 2050年减量达30% 潮绿色与健康医院发展 落实永续节能行为 往静零碳排目标迈进 我们中央监控的空调节能系统 原本由一台750吨的冰机 还有两台350吨的冰机 改为四台400吨的冰机 那它的COP由原本的1.4降为0.65 节能效益达到40%以上 这是我们的锅炉机法 我们将重油燃烧机 改为瓦斯形的燃烧机 提高它的燃烧效率 减少碳排放量 达到节能的目的 这是我们的电梯机法 电梯迴舟的能源系统 将电梯刹车所需要的能量 回收为党换电人使用 整体回收率约为27% 节能人一起来 省电绿能用心做 永续节能爱地球 长根守护你和我